第三章 当信服掌权者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信服作观的、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委旁 不要增敬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勃益、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燕乐 常传恶毒、疾度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伤恨 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思的池外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意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 和圣灵的更生 圣灵 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囂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清为义 可以憑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治 信徒当作正经事业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的讲明 使哪些以信上帝的人 留心作正经事业 这都是美事 并且与人有益 要远备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增径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作 我打法阿提马 或是推机鼓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往尼哥波立去见我 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阿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 请待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因为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不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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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凸 不许多了 我们可以让我们带到你 我和阿波罗 不许多了 有点凸 老人